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以病苦为良药 艳离缩婆菩提行 二不求事无难 磨难更使道心间 踏平坎坷成大道 一次挫折一层天 三不求心无障 心无障碍亦次狂 心田长除烦恼草 无名化作无亮光 四不求利于我 执着利我三途车 愿替众生受病苦 练助众生得欢乐 五不求不招磨 无魔磨练不成佛 磨是修行好法履 得高似能详重磨 六不求事一成 人处顺境难修行 逆境顺境无分别 事成事外因等同 七不求名合力 贪图名利多轮回 常常名利如梦幻 甘坐默默无闻人 八不求人报答 望人报答 路偏差 随缘了业了生死 无欠无奢好玩家 九不求身屈冤 忍屈受冤 旧债还 别人打骂赤柱行 宠辱全望功德权 十不求人帮我 自力更生不攀缘 有所求时都是苦 无所求后得自由 有人问了 那在佛前求什么呢 佛说求心 怀真挚之心 佛前拜身 双手合十 心中只需默念一句 难无阿弥陀佛 即包涵万象 信佛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每逢初一十五或者是菩萨的生日 都会有许多的人前去寺庙进行供奉 在寺院经常可以看见捧着鲜花前来礼佛的信徒 佛前的供桌上也是鲜花水果环绕 具体供佛用什么鲜花比较好呢 佛前供花 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 供佛用什么鲜花 佛前供花是将鲜花用器皿供于佛前 此为佛门仪式之一 将世间最美好的献给祝佛菩萨 而佛菩萨慈悲 便会以种种方式启迪我们 鲜花供佛必须具有颜色好 清香 柔软 细滑等特性的鲜花就可以了 比如莲花 睡莲 百合 兰花等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花都能供佛的 苏西地《借罗经供花品》卷上 明确列举了许多花不能供佛 例如赐花 赐树所生花 苦心为花或无名之花等 不得作供佛 因此 泪花难以令见者喜悦吉祥 佛经上最重视的是莲花 世间的花以莲花最为尊贵 因为莲花出于泥而不染 花开时美艳动人 气味芬芳 姿态庄严 却生长在污泥之中 而且莲花的花与果实是同时成熟的 这也是莲花的尊贵特别之处 所以莲花是首选 佛前供花注意事项 花代表因 所谓花开结子 是以佛前供花来提醒众生 播种成佛之音 求成佛之果 以一切利他善行 自尽提升 发露忏悔 大悦精进等等 扑就转凡成圣之路 所以供花是代表修好音 修善音 才能得到好的火爆 供佛的花要插得清净庄严 但也是可以修剪的 比如有些花较早凋谢 就可以把这部分修剪掉 但是凋谢过后不要马上扔进垃圾桶 花可以放在树根处供养这棵树的神 树神会很高兴 等干了以后才扔到垃圾桶里 总之 最好维持花的新鲜度才有恭敬之意 我一直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 所以我也相信 无论我走到哪里 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 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 遇见我该遇见的人 昨天是一道风景 看见了模糊了 时间是一个过客 记住了遗忘了 生活是一个漏斗 得到了失去了 世上没有不平的事 只有不平的心 不去怨 不去恨 淡然一切往事如烟 看清一个人又何必去揭穿 讨厌一个人又何必去翻脸 活着总有看不惯的人 就如别人看不惯我们 人的成熟不是年龄 而是懂得了放弃 学会了圆融 知道了不争 有些苦中不言痛 不是没感觉 而是知道说与不说都一样 这些暗伤不是不在乎 而是懂得了慢慢修复 如果生活是一杯水 那么痛苦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 没有谁的生活始终充满幸福快乐 总有一些痛苦会折磨我们的心灵 我们可以选择让心静下来 慢慢沉淀那些痛苦 如果总是不断地去搅和 痛苦就会充满我们的生活 所以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安好 人生哪能事事如意 生活哪能样样顺心 不和小人较真 因为不值得 不和社会较真 因为较不起 不和自己较真 因为伤不起 不和往事较真 因为没价值 不和现实较真 因为要继续 因为善良 所以宽容 因为责任 所以承担 因为某种理由 所以愿意妥协 因为看清 所以快乐 因为看淡 所以幸福 不要带给自己烦恼 也不要带给别人困恼 对自己好就要用心 对别人好就要关心 看别人烦恼起 看自己智慧声 体谅别人就会做人 清楚自己就会做事 人经不起考验 故不要轻易考验于人 走入人心很难 走入己心更难 心未定 故一切不定 若确定 则当下就定 心静则置身 心乱则语气 我选择善良 不是我软弱 因为我明白因果不空 善恶总有报应 我选择宽容 不是我怯懦 因为我明白宽容了他人 就是宽容自己 我选择糊涂 不是我真糊涂 因为我明白有些东西争不来 有些不争也会来 我选择平淡生活 不是我不奢望繁华 因为我明白 功名利禄皆浮云 耐得住寂寞才能升华自己 人生就是一阵风 起了 没了 理想就是一盏灯 燃了 灭了 人情就是一阵雨 下了 干了 朋友就是一层云 聚了 散了 闲愁就是一壶酒 醉了 醒了 寂寞就是一颗心 闪了 灭了 孤独就是一轮月 生了 落了 死亡就是一场梦 累了 睡了 真正的修行是遇见自己 对于在家居室 修行不能脱离社会 不能脱离现实 就在修行中生活 在生活中修行 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你的道场 你的佛堂 当生活出现了问题 我们总感觉是生活的问题 打乱了我们的修行 其实 修行与生活是一体的 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离开了生活 谈修行 总不免是在逃避问题 如果你专注当下 煮饭 洗碗 做家务也是一种修行 所以 只要如实 认真 带着觉察去生活 试着时时刻刻检查自我 丢弃自己的傲慢 贪求 期待与恐惧 以一颗清静心看到生命的不同次第 你我都会成为生活中的大师 当修行从实际问题入手 每一个问题都是道场 修行必须从实际问题入手 不能空谈悬谈 空谈悬谈没有任何意义 道理你能说出一大堆 但遇事你仍然苦 仍然恼 修行有什么用的 修行必须在生活中具体烦恼 或痛苦的事实中进行 不要把修行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生活或烦恼的借口 修行不是一种逃跑的方式 修道不是修开一条逃跑的道 修行更不能成为一种心灵的娱乐 当然 这一切你可以反对 反对坚持你自己的 但结果苦的还是你自己 当修行从实际问题入手 每一个实际问题都是入口 真实的道场就是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眼前的存在 每一个念头 如果你婚姻有问题 有问题的婚姻就是你的道场 如果你和老公的关系有问题 你和老公的关系就是道场 如果你和同事发生矛盾 这与同事的矛盾是道场 如果你陷入生活的无聊 这无聊是道场 如果你出现了钱的问题 钱就是道场 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 而是为了遇见你自己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一经风水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